来吧,直接进行您的技能展示吧 好吧 我今天为在座的企业家 人民自然专家带来一首歌 叫兄弟抱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许是这首歌里面有一些我的心声 其实我觉得虽然你不是专业的歌手 我觉得这首歌这首还挺打动我的 我能看到你其实你在做公益 同时我觉得你是很希望 你心里的朋友和兄弟 你能加入这个行列跟你一起做公益 我想请那个大平老师放一下照片 就有一次晚上 我就是 我那时候在合肥的时候 回到合肥的时候 我是找了一个代价 然后我晚上下班的比较晚 我就在路上碰到了这个老爷爷 这个老人是有一点老年痴呆的 今天七十多岁了 跟他交流的时候 是很难知道他的详细信息的 但是我们在后面很细心的照顾他 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们说 他老家是江西的 江西干州 他还有一个堂地 然后在哪里哪里工作 我当时呢我就在网上 上网查这个单位 然后找到了这个 终于找到了这个单位 然后也找到了这个单位的电话号码 我就打过去 我问你们单位有没有这个人 他说你找他干嘛 我就跟他说这个情况 然后他就把他的堂地的电话给我 我联系了他堂地 沟通了 然后把这老人送回家 但是我担心这老人 因为他有老年痴呆 我不能放他一个人回去 如果放他一个人回去的话 我前面做的所有工作 可能都白费了 可能就等于他还 不知道又丢到哪里去了 我就买了两张火车票 我把他送到了江西干州 一直送到了他的老家 还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 而且不仅仅只是把老爷子救助 而且还要想着我怎么样就能够安全地到家 我们很多人都说 童年对我们会带来很多的阴影 但是他对我们要去抱怨 所以我觉得这种积极的价值观 似乎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去熟悉的 后面还有照片吗 后面没有了 但是像这样的事情很多 也就是说因为当时你被别人帮助过 所以你特别想用你力所能及的力量 去帮助别人 差不多 反正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大事 好 你做公益 有资金来源吗 还是全自费 我做公益 我没有资金来源 你做公益 你花了多少钱 我记得有一个领导 他因为我们那处做公益 他都是非常支持的 他有一天他说 做公益 我只佩服张三虎 他做公益 他把房子都卖了 反正在公益方面 大概是花了三十万左右 我真觉得我们这位求职者张三虎 你的语言表达能力 你的语言表达技巧 包括你的语速 要搁在别的求职者身上 可能我们不会这么静静地听他说 但你是真生真情真心 你打动了我们在场每一个人 我反而觉得他的表达 要比前几位选手更有逻辑性 也更真诚 更真诚 而且其实对于做公益这件事情 我以前会认为做公益不留名 但我后来听见孔子的一段话 我看到他的一段文章 就说做好事是要留名的 因为这不仅于我们帮助了一些人 更要去感召更多的人 参与到公益事业当中来 我觉得爱是会传递的 我也特别支持你继续把公益做下去 但是前提是 要自己的工作和生存 要确保好 自己做公益这件事情是个人行为 还是像你说的简历上写的那样 你是做了一个公益服务中心 最开始是个人行为 然后后来就是被这个街道发掘了 然后他就是协助我 成立了一个公益中心 对那你这个公益服务中心 主要做哪些事情的多少人呢 我的公益中心主要就是做一些志愿活动 还有就是 还有最最主要的就是社会救助 有多少人 志愿者有四五百人 其实我做公益 你是怎么调动了这四五百号人 跟你一起做公益的 我有一个群 然后我每次做活动 因为我们 我唱歌我也经常到养老院里面去 给那些老人唱歌 我每次有活动的时候 我会在群里面发布 然后志愿者会邀请别的志愿者参加 然后别的志愿者也会加入到这个群来 因为今天来了之后 我觉得还挺对口的 而且你有这样的经验 我相信你也会愿意把这事落到实处 这也是我们每个企业家的捐助的时候 最大的心愿 就是我的钱到底花哪儿了 我得花到孩子身上 所以基于这件事情呢 我是想听听你的逻辑 就是你跟哪些人去对接 在哪些核心项目上做把关 你能够确保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回馈 其实我做公益是没有 去对接什么企业或者是什么 我做公益就是纯粹是我看到的 需要帮助的人 我就上前去帮助他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三虎 你现在在认知上的问题 对 你必须要你有打交道的能力 而不是你去了一对一的帮助他们 可能在座的企业家 可能误会了我的执行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的执行就是在前面帮助别人 不是说什么又要策划又要 可能我的执行就是跑腿的 执行就是打冲锋的 执行就是帮你帮企业去真正的去做实事的 特别好 那可以不可以理解 就是在我们的这种公益活动中的一员 而不是领导者 我没有想过做领导者 就是参与到公司的公益项目当中去 对 来吧 请大家对于张三虎前两环节的表现 做选择 三虎 只有贺东东给你留了灯 但你也成功进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来 有请二位 你好 三虎 看好你的这种精神 也特别能够理解你所有的阅历 那你来到法国梦泉呢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就是 公益执行和行政司机 两个你都要做 因为我们的公益是每个月一次 那这个公益的源头呢 你可以进行民间去寻找 你也可以找一些小的 按照你的想法去做 那么更多的是企业提供给你的要求 你去执行 所以我给你提供的薪资就是 八千块钱在北京提供住宿 法国梦泉欢迎你 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你想问的 我其实不太想问你问题 但是我想对你说 对你的刘敦 真的是非常感激和感动 好吧 来 接下来请我们的求职者张三虎 考虑一下贺东东提供的岗位 考虑时间开始 来吧 加入我们吧 选择或者拒绝 张三虎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加入 祝贺张三虎 也祝贺贺东东 额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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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